3月23日,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 奢侈品之王月明·宣尼斯·路易威登集团的伯纳德·阿诺特首次登顶全球富豪之馆 这位拥有儒雅随和外表的74岁老人,个人财富突破万亿元人民币 也超越埃隆·马斯克,成为十年来第五位世界首富 中闪闪则蝉联中国首富,全球排名第15 榜单显示,新世界首富伯纳德·阿诺特上升两位 财富增长3300亿元至1.35万亿元人民币 52岁的埃罗·马斯克则下降一位至第二,财富1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减少3200亿元,主要是因为特斯拉市值下跌 这一年,马斯克出售了价值1500亿元人民币的特斯拉股票 以帮助他在去年10月收购推特 特斯拉市值则在去年缩水了7000亿美元之后 今年上涨了65% 今年,共有969位中国企业家财富突破10亿美金 进入全球富豪榜 其中,69岁的中闪闪财富下降4%至4650亿元 蝉联中国首富,全球排名第15位,与去年保持一致 2022年,中闪闪旗下港股上市公司农夫山泉业绩稳步增长 目前市值4500亿元 旗下另一家A股上市公司万泰生物业绩较上亿年度有大幅提高 2022年前三季度利润额已达到2021年全年的两倍 目前市值超过1100亿元 前三名里,52岁的马化腾财富下降25%至2600亿元 位列中国第二,全球第31位,比去年下降3位 40岁的张一鸣财富下降31%至2500亿元 位列中国第三,全球第34位,比去年下降11位 第一,全球第3位,比去年下降